Hello 大家好 朱春奧 今天1月2日 治安警公布 今天截至下午5點 入境澳門的旅客大約1萬1千人次 還有7個小時 似乎14000至15000人左右 比昨天元旦18000人更少 隨值最多28000人 當然了 可能是因為疫情 很多旅客都是大灣區廣東的旅客 來得快走得快 今天去新舊蒲驚巡視業務 人就有多少 坐在門口十多個 入面賭場門口 一直都有賭客轉馬 進去賭兩手 算是這樣的 新蒲驚在澳門半島的賭場 算是人氣不錯 聽說裡面也有翻攤玩 好像排狗也有 不少香港黑眼內地客都喜歡蒲驚 不過舊蒲驚那邊基本上沒有人 不是以前也是這樣的 水晶宮賭場搬去之前黃金廳的位置 走轉角 反而有不少人玩白鴿錶 至於走到以前的沙圈 沙圈依舊 不過沒有短裙 43吋長腿 山東馬、東北馬 什麼馬都補了 成為記憶了 再走過去永利澳門的時候 在街上見到三個大陸客行光 澳門一向走高端路線 一向人不多 因為一個豪客都頂你一千個中場客 之前自由行客或團客好 都喜歡來看發財樹升降 佔一佔運氣 現在暫時沒有什麼人氣 看到有幾個人進去賭場玩兩手 理工大學博彩旅遊教學及研究中心教授 曾中錄受訪時說 2022年賭收者較2004年近414億多一些 是18年以來最低 相信這是一個紀錄 他說隨著內地上個月宣布不再採取清零政策 各地染疫人士逐步康復 受疫情影響最困難時期已經過去 展望澳門今年2023賭收較樂觀 若疫情沒有突然突變的情況 曾中錄認為 今年賭收有望回復至2019年的六成或七成 即是什麼概念呢? 2019年的賭收記得是2925億左右 如果六成即是18億左右 七成的話就是218億 曾教授跟賭仔一樣比較樂觀 曾教授指出 美國拉斯維階斯自當地防疫措施放開 旅客和賭收明顯強勁反彈 2021年的賭收在沒有內地旅客的情況下 亦能超越疫情錢 相信澳門防疫政策開放後 賭收亦會錄得強勁反彈 他說隨著內地和香港通關措施開放 港客來澳門的博彩消費會有強勁反彈 對澳門賭收會有較大推動作育 相信加上農曆年加期 1月賭收有望能恢復至2019年同期的四成或五成 過百億大家都想 不過未必有曾教授這麼樂觀 今年做到1,500億 即是一半 2019年的一半 已經非常之好 好 這一集就先看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的數片尾 截圖二維碼 多謝大家支持